书友们今天我们一起来习下秋收冬藏者四个字一同来看一下 这一笔的会相对来说的话比较细一些了 刚我这里留个空间来写这一点 这一笔的话是最难的 说实话是整个秋枝最难的一笔 大家应该多回去练一下 我个人觉得最难不知道大家觉得如何 沟的时候呢稍微沟上了一点点就行了 不要沟太大了这一点的需要注意一下 那么这里再往上一点加重一点往下压 出息对比呢还是比较强烈的 那么到这里的时候呢 加重这一笔呢要压得很重 如果你不压重的话这个字呢就不好看了 那么这一笔呢 那么这一笔呢压下去的时候呢 直接写成一笔是可以的 那笔呢同样也是要压得很重的啊 记住这两点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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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比呢 是挺挺小的 这个 勾上去的时候 这比呢 就很重了 好 那么 今天我们对这四个字就讲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